今天主要講的題目就是有關於我們太陽光電它的發展現況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在推所謂的再生能源 那至於為什麼會這麼急迫的在推 那對於產業有什麼影響 那我今天會做個介紹 像我們現在常常在外面可以看到太陽光電的光電站 看到太陽能板 那這一塊板子是什麼做出來的 它從無到有是什麼產生的 那今天那個館方也準備了很多實際的最原始的最上有的原料到最後的成品 那今天有這個成品等一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那就藉由我的教材的說明 然後你們再實際看一下它實際的狀況 加深你們對於太陽能這個產業 然後它相對應的一些製程做個了解 那首先我還是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我叫文斌 那我是從成大畢業的材料系 轉眼間也過了21年了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這樣子 那我目前是在冒洪電力股份的公司 那擔任的就是我們去開發 如果以太陽能這個產業 目前它有一個太陽能以及技術室 這個因為我以前是材料系的 所以我其實對於電力也不是非常清楚 那剛好藉由有這樣的一個證照 所以我有去上了一些課程 要投入這個產業 其實可以關注一下這個太陽能以及技術室 像有這張技術室的證照就可以做一些簽證的動作 100KW以下就可以 那我當初會來考這一張 主要也是因應公司 因為我們公司有很多的 比較大型的太陽能的電站 那它都需要有一個 就是需要一個主任技術管理師 那你要有那個資格 一個就是你是這個電子電機相關科系畢業的 然後有工作5年以上 不然你就是要有這樣一個證照 那能源局才會遵循你這個資格 那因為這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所以每一個發電的公司都需要有一個 有人有這樣的一個資格 所以我那時候才會去考這一張 那這個也是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首先就是介紹一下我們冒洪電力 其實在今年就是這兩個都是最近剛獲獎的 跟大家分享也了解說太陽能的一些應用的場域 像第一個我們在今年有得到一個 這是高雄市這邊主辦的一個城市工程品質金質獎 那我們公司就是之前在台南 台南那邊有一個水稻博物館 那之前都是一個停車場 那它是一個標案 那我們把它標下來之後 然後就跟那個自來水公司 就是館方 它是一個日據時代留下來的自來水廠 那跟他們做一些異象的結合 那可以看到我們蓋出來的太陽能的這個停車場 那第一個當然可以提供車子的遮音 那因為它畢竟位於博物館嘛 你還是要有一個美觀上的設計 所以像我們就是這些鋼良 或者是太陽能板特別的設計 像這個太陽能板它這邊比較特色就是說 它是一個雙波可以透光的 你們如果有仔細去看 很多目前的太陽能板 你從底下看上去 它就是還是白色的 就是一個塑膠膜 那個透光性比較差 整個視覺呈現會 就是比較像一個屋頂這樣子 那你如果能夠透光下來 確實對於整個的透光性跟視覺上的感受會比較好 建了這個太陽能的光電停車場 那也榮獲了今年的一個城市品質工程 金子獎的一個肯定 那另外我們公司 這是我們一個子公司紅金能源 就是我們冒孔下面 那我們其實我們主要的工作 就是去開發一些閒置的農地 或者一些閒置的土地 那我們去申請之後 然後在上面蓋太陽能 那我們這個地面型的會獲獎的原因就是說 第一個像我們跟土地之間的結合 我們就用所謂的螺旋裝 它就是一個 你把它想像成是大支的螺絲釘 它一支大概兩米長 經過結構計算 然後讓它能夠抗一定的颱風 所以它對於土地是非常友善的 像我們目前大部分的工法 很多還是說挖個洞 然後埋鋼筋水泥 或者是用一個我們講的水泥裝 所以如果用那種可能是以後會面臨清楚的問題 那對於土地也並不是那麼友善 所以我們這一場我們就採用這個 跟成大土木器合作的這個鋼筋的螺旋裝 然後插進去之後上面再用這些支架 那我們也就是有定期的在儲藏 那我們其實這一場後來有 就是有把它圍起來養一些鵝 來進行除草 其實效果是不錯 不過鵝吃草的效果很好 不過我已經鎮亡了好幾批了 都是被那個野狗來吃掉的 所以這個也蠻難的 要在空曠的地區 然後我們想要想一些更深淡環保的一些做法 來維持這個電站的圍運 其實也是蠻困難的 那其實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發想的 看怎樣的利用一些資源 那除草 你如果是只是花錢去除草 那他就是只是一個發 就是花錢的動作 那我們如果可以養鵝 把他用好 其實他就是變一個比較生態 然後又可以有經濟活動的 所以首先第一頁 可能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孟宏電力最近得到這樣的獎 那也讓他知道說 太陽能的很多種樣態的形貌不一樣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可能還是要稍微講一下 淨零碳排 畢竟我們太陽能再生能源 能夠這麼蓬勃發展 也就是全世界都開始要求要做一個淨零碳排 那你要做到淨零碳排 第一個你當然就是要把你的碳排放減少 那再生能源就是一個減少碳排放 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那有了這個原因之後 我們來了解一下 現在大家在推的太陽能 那太陽能我們今天就是會從 他最上游 其實我們現在太陽能用最多的 還是所謂的結晶系 就是系 吸力坑這個材料 那這個就是像台積電啊 半導體用的也是同樣 他們也就是用這個系的材料 然後他有一些半導體的特性 然後做出來所謂的晶圓 然後像台積電他們就半導體的元件 那太陽能也是一個很簡單的半導體的元件 然後他材料也是用系 所以我們會介紹說 系是怎麼開採出來 那他怎麼做成晶圓片 那有這個晶圓片怎麼做成電磁片 那有了電磁片 你這個光照到電磁片 他就會發電 那你這個電磁片 我們為了讓他比較工業化的應用 而且能夠放在戶外20年 所以我們就把它模組封裝起來 這個整個製程 我們會做個介紹 我們如果要讓我們人類可以應用 一定就是要把它蓋起來 然後不管在屋頂或者是在地面 然後我們把它建置好 然後再把它圍運好 然後最後我們留一點時間 可能給大家看一下太陽能的一些材料的實體 還有看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做討論 這幾年也常聽到 那這個就是今年7月 其實算是如果以報導 他就是真的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高溫的一個月 所以這個溫室的效應 然後地球溫度持續提升 這真的不是一個新聞 它其實確實一直在發生 那只是台灣這邊可能我們的地理位置 可能到目前還沒有明顯感受到 那不過我們其實我們的環境也可以感到說 可能是夏天越來越長 冬天越來越短 那我們也常常可能一陣子都不下雨 然後要下雨可能就一下子就下很多 這個都是溫室消應帶來的結果 那它是真的在發生 所以這個很多會懷疑這個的事實 不過很多科學證據就確實證明它真的在發生當中 那我們常常會看到這張圖 這就是一百年前的北極 那它那時候還是很多冰山 那這前幾年在英格蘭那邊拍了一個照片 就同樣的位置 這個山還在 不過這個冰都溶掉了 這個都是很多實際上會影響的 那這個影響當然就除了海平面上升 那它可能會影響海洋的溫度 那影響到全球的溫度 這就是緩緩相扣的 那就是會產生這個極端的天氣 那台灣也一樣 台灣其實之前一百年大概只有提升1.3度 那如果就我們的這個研究的話 就我們很多科學家研究 如果都不做一些防止的話 可能未來的幾十年它就會提高3度 那提高3度的話我們就會很有感了 像台灣是畢竟這個海島國家 那他們也有做一些模擬 你可能提高了3度 可能會如果淹水6公尺 我們高雄應該在這裡 那我們台南在這裡 可能就海邊會開始 就是所謂的 就是海平面會上升 那就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那如果不防止的話 它就是以台灣就是最終還是會面臨到 就是會感受到這樣的一個氣候的反撲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已經是全球的共識 所以其實在從1979 也就是大概四十幾年前 就開始有所謂的日內瓦那邊有召開第一屆的氣候會議 所以可能四十年前大家就有意識到 可是可能沒有感覺到那麼急迫 那一直到了1997 也就是大概二三十年前 有一個日本那邊有一個京都協議書 那時候大家就比較有共識 希望說能夠開始來減碳 可能透過一些手段來把這個碳 減少5.2% 那最近的可能就在2015年 有一個巴黎的協定 巴黎的協議 這邊是比較明確定義出 希望在應該是2050還是幾年 我們要把這個溫度控制在 地球上升溫度要控制在1.5度 他們認為如果地球溫度 如果持續上升到2度C以上 可能對於全球氣候會有災難性的影響 那基於這個目標 就會定了很多碳排放的減低的方案 那他們定的目標就是在2030年 希望能夠至少先降低43% 那可能到2050年 就是我們常聽到的淨零碳排 就是你的碳的排放 要跟你地球吸收碳的能力達到一個平衡 讓它不會有多的碳排放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 其實地球我們本來就會 可以透過森林、海洋還有土壤 本來就會把一些產生的碳 二氧化碳給吸收 不過因為就是我們知道說 隨著工業的發展 可能大家在能源上的使用越來越多 那以前的能源可能主要來自於石油 來自於煤炭 那這些就是如果你使用它 你產生的電力 當然它相對應就會產生很多的溫室的氣體 所以怎麼樣用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一個發電的方式 那同樣因為需要使用電 這已經是不變的趨勢了 就是隨著未來的發展 用電量只會越來越多 那我們就要去想辦法 得到一個比較低碳排 比較乾淨的這個碳的來源 能量的來源 所以就是說可能會透有一些再生能源的使用 然後另外就是說我們目前有一些比較高污染的產業 他們也有很多的管制的方法 像我們高雄的中鋼 他們有發了很多力氣 盡量把他們在他們製程中產生的碳 能夠來減低 那這是台灣目前一年大概排了大概2.8億噸的二氧化碳 那可能以這個目標 政府有一系列的方案 然後希望能夠逐年降低 那很多你要做事情就要有法源 那就是大家也知道 就是台灣有一個氣候變遷因應法 那他可能是會定個目標 然後可能你不管你有沒有做到 可能都有一個碳費 可能就是說你只要有排碳 他就是一個社會成本 然後他就是會有一個碳費跟你收取 希望藉由這些手段 讓公司比較大的公司 他們能夠去做好比較好的一個排碳的減碳的措施 所以我們就根據這個法源然後去執行 這些只是你們其實之後常會看到的就是說 可能有一些碳費碳稅 就是說以前可能排碳 大家就認為全世界人類就是業障 然後大家一起承擔 那之後的話他可能會比較明確 就是你真的排碳了 那你沒有比較好的防護 那你排了很多碳 你就要多付很多的碳費 甚至於你如果要出口 可能歐盟就跟你課一個碳關稅 那這些都是成本 那一個企業你要成長 你就是成本的管控 以前可能都是管一些人事啊材料啊 那之後可能怎麼減碳 會變成他們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電力的來源 power這個是最主要的 就是說我們要用電 那用電以現在可能最主要是火力 那火力可能就是天然氣跟這個煤炭 那它相對產生的碳 碳當量就很高 那所以以目前的話 最多的還是來自於電力的需求 產生的碳 那當然會藉由很多方式 讓它逐年的下降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說 希望在2050年 就是達到一個 就是零碳排的一個階段 你要達到這零碳排 再以發電的話 現在全球最著重的就是說 要把再生能源的比例逐年的提高 那在再生能源這邊 最重要的就是風力跟太陽能 所以以很多預測 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 這兩個產業還是需要 全世界人類投入進去 然後讓它產生更多電 那不過這個電 相較於之前的煤炭石油 是比較相對乾淨的 這張表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你不管用什麼方式 你要產生一度電 那你可能可以用藍煤的 那以他們算起來的 這個二氧化碳的碳放量 大概就是820克 那你如果天然氣 可能稍微乾淨一點 也有490克 那你水力有18克 那核能如果以碳 它確實是相對比較乾淨的 那當然核能有核能的一些問題 不過如果就碳而言 它確實碳排是蠻低的 那風力跟太陽光電 也就是非常低的 所以就是說為什麼同樣需要電 那像我們公司常常會說 就是說我們生活需要用電 不過我們有更好的選擇 就是說每一個發電的方式都有好有壞 那當然我們可以選擇 比較對地球比較好 比較友善的 所以就是從這張表 就可以看出來說 為什麼要用再生能源 那當然這些碳的排放量 每一個國家都不一樣 因為它會跟你的一些成本 什麼有關係 不過它的整個比例 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那台灣 如果以台灣 我們會去看我們的 所謂的電力的碳排係數 就是說 你可能一整年發了 像台灣可能一整年 可能發了幾億度的電 那你除以它的 它的一個碳排 然後會得到一個係數 那像台灣目前大概是 每度電大概是500克左右的 這個二氧化碳的排碳係數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每個國家都不一樣 像法國因為它核能用的很多 所以它可能這邊的話 它的它的碳排量就比較低 那台灣我們目前還是以火力為主 所以這邊可能是比較高 所以 其實這個也就是會對應到 剛剛有講過的 碳費 碳稅 因為你如果要出口的話 這個就會你直接面臨到 你這個越高的話 就代表說 你可能碳排越高 那你要出口跟人家做競爭 這個也是一個費用 那所以台灣就用了 我們跟全世界都一樣 就是要用很多方式 讓這個碳的碳排的係數 越來越往低 那去年的話 算是我們有達到0.5公斤以下 就是可能隨著這個再生能源的使用 量越來越多 所以確實也有逐步往下降 那這個也是一個大家 就是努力的目標跟指標 除了再生能源 那我們可能也會常常聽到說 剛剛提到的再生能源就是低碳的電力 那我們也會常聽到說 你這個電其實最終還是要送到電網 那像台灣其實 老實說應該以目前是不缺電 只是說我們電網 畢竟你電網的傳輸 如果故障就是用不到電 那其實太陽能或是再生能源 越來越多 其實你電網的強韌性就越重要 因為太陽能或風力 他們雖然是很乾淨的電力來源 不過他們相對也是不穩定的 因為畢竟是靠風靠太陽吃飯 所以你怎麼做一些動作 像儲能或什麼動作 提高它的電力系統的強韌性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台灣我們在能源轉型 就除了推廣再生能源 可能就是智慧電網也是很重要 可能大家就是要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以後可能你從電視上或新聞上 你才會知道說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那目前其實這幾年 其實從2017、2018年以後 我們太陽光電是推展的是蠻快的 那也可以看到很顯著的成長 那不過距離我們的目標還是有點距離 主要就是說太陽能 其實就我因為像我做太陽能 做了大概15年了 那我是覺得它確實是個很乾淨 就是說常常大家會聽到有輻射 會產生廢水 其實這些都不會的 不過我覺得它比較大的缺點 還是說畢竟它是一個需要比較大的面積 因為它的轉換效率相對其他能源不是那麼高 現在已經很高了 相對十年前已經提高很多 不過相對其他能源確實不是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它可能需要比較大面積來鋪色 那像台灣其實我們有先天上的一些缺點 就是說我們的很多房子 很多頂樓可能或是廠房 可能都是違建的 那第二個可能就是說 都是會被林地的一些大樓給遮到 那你地面型的話 台灣畢竟土地比較少 所以也很難盤點出很大片的土地 所以這些都是會造成太陽光電推展的一個缺點 那不過因為它的需求或是它產生電力的穩定性 逐年受到重視 所以它的整個成長量也是很高的 那另外這個只是要說明說 我們台灣可能在目前的我們產生電力的來源 我們可能80%左右還是所謂的火力發電 那火力它有以前比較稍微髒一點的燃煤 那燃煤他們當然也有逐步在進步 那燃氣是稍微就是這個天然氣會稍微乾淨一點 不過他們還算是都是火力發電 那相對的碳排的也會比較嚴重 那我們目前有大概還是有8%左右的核能 其實比例不高 不過它也算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基宅 那隨著政策或者是全球的趨勢 核能可能看起來還是會逐年往下減 那你這個往下減 你勢必再生能源就要往上升 所以這個是目前的一個結構 那以政府的目標當然是希望未來可能就是燃氣 天然氣可能大概50% 然後再生能源可以達到25% 每一年的一個增長的趨勢 那可以看到燃煤還是有往下降 因為因應這個空氣品質 其實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像最近比較冬天就開始覺得空氣很糟 那當然除了境外來的 很多就是我們一個發電產生的 那燃煤當然是最嚴重的 所以它還是有逐年往下降 那你能夠替代的可能就燃氣比較高一點 那再生能源可能要速度快一點 然後才可以讓這個燃煤這個降了更多 那這個只是我們再生能源的裝置量 就是說我們從幾年前的可能4.7GW 大概8年前 那去年已經達到14.1GW 可是距離目標還是蠻遙遠的 那最主要再生能源有幾個 第一個是太陽光電 它是佔主要大概七成都是太陽光電 那其他像水力或是風力也都有一定的比例 那另外一個我們太陽能 除了剛剛講的 其實還有一個先天的 就是說台灣畢竟的海島國家 所以以我們的能源 都是幾乎98%都是進口的 那只有大概兩三%是自己產生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自己產生的 就是只能靠你自己擁有的 就是我們有比較好的風 比較好的陽光 所以這個部分提高越多 我們自產的能源比例就會越高 不然的話我們全部 確實都是要依賴進口 不管是原油啊 甚至於核能的一些東西 都是要進口進來的 這也是我們 所以多一點的再生能源 除了讓我們的生活更好 也是對於我們的一個 那個國家的實力會比較安全 那其實我本身做太陽能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方式 來提高太陽能裝置量 所以這個也就是隨著國家的政策 看你地面型怎麼開發 然後屋頂型的條件的放寬 希望讓它的比例 我們目前是希望先做到20GW 那你如果要做到淨零碳排的話 可能就是未來 可能就是40GW或80GW 那你光有這個目標 你怎麼去實現 可能就是你要有很多的 閒置的土地開發出來 或者一些屋頂能夠引導它做 其實這個已經都有了 你如果最近只要這幾年的新的廠房 或是公有的校舍 你要取得這個使用執照 一定都是要有這個太陽能 至少在南部的這些工廠都是這樣 那所以我們公司最近也接到很多 他可能就是要取得這個使兆 他就要跟我們談說 可不可以去幫他們裝太陽能這樣子 所以就是有政策的誘導 另外一個可能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說 我們之後會常聽到是RE100 然後這是一個國際企業組織 大概在10年前提出來的 他就是希望說有一些企業 他們出來承諾 承諾說他們使用的電都要來自於再生能源 而且是要百分之百的 那麼當初一開始設定100家 我們常看到的像最大蘋果 或者是可能隨便可口可樂 就是你一些知名企業 其實都有參與 那台灣也越來越多廠家參與 那可能像台灣最大的可能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它本身用電量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他們的承諾可能是說 2050年他可能要達到百分之百的電力 都是使用綠電 可能2030年先辦公室 先來全部使用綠電 所以也就是有這樣的很多公司的響應 你這些再生能源才能夠蓬勃發展 這個其實都是正在進行事 就是說很多我們街道的很多廠商來詢問 他們都會說因為他們要出口到美國 或是出口到歐洲 所以客戶要求他們要提供綠電的證明 所以他們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所以他們才會來詢問這些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台積電算是現在台灣的龍頭 那他們也承諾說 在2050年要達到百分之百的使用綠電 所以他們其實這幾年就開始買了很多鋒利的電 然後買了很多太陽冷的電 就是為了逐步達到他們百分之百使用綠電的目標 台積電好像其實這邊可以看到 這是到今年8月15號為止 那這我們台灣他可能有宣稱 他這個宣稱這不能隨便說說 這每年那個都有來積合的 可能從一些生醫比較小的公司 然後或者像台積電他是蠻大的 然後像這個華碩啦台灣大哥大 其實你幾乎就台灣這些很有名的企業 有達然後像國泰像這種金控公司 他們都要做一個承諾 然後像中華電信然後岩華這些都是台灣很大的公司 那他們就是都有加入這個所謂的RE100的組織 也就是他們加入了他們就要提出一個他們的藍圖 可能就他們要怎麼達到百分之百使用綠電 是怎麼取得太陽冷的電 怎麼取得風力的電 他們可能公司就要有些規劃 那前面可能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所謂的淨零碳排 那為什麼現在全世界這麼在提倡 可能是因為我們環境遭受到的威脅 那我們什麼方法 如果以現在的科技 那個再生能源就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之一 剛剛只是做個介紹 為什麼這些需求會這麼大 那接下來我可能會 就是針對今天的課程的重點 可能就是太陽能它的發電的原理 還有這些它的製程做個介紹 那我們會從最上游講到最下游 等一下我們最後可能九點半的時候 我們再到旁邊那邊有一些食物 那個食物我這邊教材的照片也有 我們可以看食物長怎樣 那會更有概念 那整個太陽能它從上游然後中游下游 我們一般就是說一般我們目前看到的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太陽能模組 太陽能板它都是所謂的結晶系 所以它都是從系原料提煉出來的 那我們也有上過自然科學 就是說系可能是應該是現在地球第三大的一個元素 就是它是很豐富的 就是你一把砂拿起來幾乎裡面都是系 那不過你要怎麼能夠把它利用 可能就是要提存 可能你那個砂子可能只有八九十八是系 所以一般的話他們就是從石英礦 石英礦它的這個系含量是相對高一點 那你從石英礦提煉出來之後 可能再經過很多製程 把它的純度一直提高 之後才可以做成一個晶圓片 那有了晶圓片你就才可以做成電池 然後電池再組裝起來變一個模組 就是我們看到太陽能板 然後最後才是我們安裝到屋頂 或者是安裝到我們土地上 那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旁邊那邊都有食物 就是說上游的這個系 就是石英提煉之後比較蠢的 我們叫Polysilicon這種多晶系 可能就大概長這樣 那它可能會進去再做一個長晶的動作 然後長晶之後我們有一些 我們用一些方法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那非常薄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那個晶圓片 是非常薄的 那有這個晶圓片之後 我們再去把它上面 可能做一些製程 讓它有一個光電效應 然後有了光電效應 然後我們再把它組裝起來 一個模組 那可能用一些強化玻璃 用一些鋁框 至少要讓它很穩定 然後可以放在戶外 那最後我們裝完之後 其實這邊我們這個模組版出來 都是直流電 所以其實常常會去討論說 太陽能的電磁波 其他電磁波 你如果拿那個幾乎是量不到的 我們去量都是大概在1毫高斯以下 那規範是833毫高斯 那它量不到主要就是 它就是一個直流電 幾乎不會產生什麼電磁波 那之後可能透過這個變流器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家裡的用的電 都是交流電 那可能這個直流電透過這個變流器 然後變成交流電 那最後再併到這個電網 然後再用來給家家戶戶使用 所以它整個流程就是大概這樣 它會經過這麼多環節 就有相對應的這些產業的產生 這邊跟大家介紹 這個太陽能的光電的原理 其實這個之後 如果大家以後如果知道說 細的材料 像我們常聽到半導體 其實我們材料就是有分 導體然後半導體跟絕緣體 大致有這樣分 那細這個材料它很特別的話 就是說它有半導體的特性 那我們要得到一個半導體的元件 我們大概知道說 它有分成P型的跟N型的 一般我們所謂P型的 可能就細裡面 你在掺雜一些零上去 你可能用掺雜的 所以以後你們如果有機會到產業界 你們可能像台積電 它就有一個部門很大 叫做擴散的部門Diffusion 它可能就是要掺雜 掺雜這些 可能如果像我們這個太陽能 這種P型的 它可能在掌精的時候 它就掺雜一些零上去 它這個P型主要是掺雜捧 我剛剛講錯了 主要是掺雜捧上去 讓它有一個P型的一個元件 那你上面我們之後再會鍍膜 鍍一層這個用零鍍上去 讓它掺雜一些零 讓它這個表層有一個N型的 那我們P型的一般就是所謂的 都是正的電動 然後N型的是負的 那你正常的話 正跟負他們會 他們就是會 只要正負他們就會結合 那結合它就不會有電子產生出來 那我們就是在這些 在這邊在這個P跟N之間 我們有一個控閥區 它就是有一個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它主要就是說 我們在P型N型的地方 我們用製程的控制 讓它產生一個 有點一個推力 就是讓這個電動的話 就盡量往這邊跑 電子的話就往這邊跑 那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製程 然後利用它的半導體的特性 所以你陽光一照 你可能照到這些電子電動 它原本會結合在一起的 它因為有這樣的一個 半導體的元件的特性 它就會把電子電動分開 那你只要分開之後 那你再有一個電極 然後把這個電這樣導出來 讓它有個電流 它這個就會產生電 所以最簡單 可能我們大家要知道的 可能就是說 我們可能利用這個 細的材料 它的半導體特性 那我們掺杂了一些P型 或N型的東西 讓它裡面有一個控閥區 可以把控閥區想像一個 就是有一個推力 你如果說外面有這個陽光照射進來的話 它這個電子電動 它就會藉由這個控閥區的推力 讓它分開 然後我們再把它電子 電子跟電動導出來 這樣就是一個最簡單的這個光電效應 就是藉由這個光 然後產生這個電 所以可能大家今天 就稍微了解一下這個 那我們製程會做一些介紹 那可能以後大家在大學或什麼 還是會一直接觸到這些半導體的元件 那太陽能算是最簡單的一個 半導體元件的一個製程 那你要達到這樣的一個光電效應 一個太陽能發電 你還是要從頭到尾 有一個製程把它產生出來 那這是我提到的 就是說可能一開始我們從實音礦 這邊可以看到 實音礦可能就是SiO2 一般我們講的二氧化系 那它經過一些提煉 它可能很多製程 可以先提到這個 所謂野晶等級的系 這個可能一般是98.5 那你最後再用很多的方法 把它提煉到這個 99.9999 你如果一般 你如果要做太陽能 可能至少要有7個9或6個9 那你如果半導體等級的 可能就是要有11個9 就是說它是一個非常蠢的 裡面除了系之外 其他的一些其他元素要很少 所以就是一個提蠢的一個動作 那你這邊就是說 Silicon 就是說你那個 實音礦彩鏈之後 你可以利用這個野晶洗的方法 然後最後產生大概一個98.5的系 所以這個製程就很多鋼鐵廠會做 所以以前很像日本的鋼鐵廠 很多都會在做這樣的一個提煉的一個動作 那你有一個野晶洗 野晶級的系之後 你還要繼續提純 那他們就用了很多 有一個最有名的就是西門執法 他們可能就是利用很多這個山律系丸 其實我有去參觀類似的工廠 它就很像一個化工廠 它就是你去看就很多管路 那它最終就是經過很多的 這個化學化工的製程 利用這些東西把它最後產生 系出來 那它產生出來的系 它可能就長成一根金棒 那這邊的系 純度就很高 這個幾乎就是有7個9以上 就是99.99999以上 那你有了這個系材料之後 你要怎麼變成這個晶圓來做它的電池 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掌精 掌精的話 就是把這個系原料 我們第一個就把它先融化 系的融點大概是1420度 那我們之前 大概 因為如果大概在五年前以前 大部分還是這種用這樣的方法 就是用一個乾鍋 然後裡面把這些系原料裝填進去 那這系原料就是有很多形狀 所以以前我們同事他們很多就是 排排看 就是怎麼樣把這個乾鍋 你可以排450公斤 還是排500公斤 這個就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所以以前就是把這個填滿之後 然後我們把它加熱 然後加熱之後 控制它的冷卻的方向 讓它裡面的金隔 盡量少一點 不過它還是有金隔 那金隔也算一種缺陷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控制它 不過你再怎麼控制 它還是都有一些金隔 有些缺陷存在 那這種這樣的資產我們叫多金 大概五年前以前 大部分還是這個 因為它這樣的成本效益是比較高的 那這幾年的話 我們幾乎都是用所謂的拉單晶 這個拉出來就單晶 那單晶的話 物名思義 它那些金隔就比較少 那它也是一個比較純 就是它的那個缺陷比較少 所以它的轉換效率會比較高 那像如果像半導體在用的 就百分之百一定是用這個拉晶的 那我們常聽到說 6吋晶圓 8吋晶圓 12吋晶圓 那就取決於在這個 拉晶的大小 那如果以現在太陽能 大部分就是8到8 應該算8吋10吋左右 那像這張照片 這是我本人 這是在2013年吧 10年前 那時候我有參與過一陣子 這個拉單晶的開發 那它拉出來 這一根就大概是2米長 那像現在有的就是 拉得更高 然後做得更胖這樣 那所以像現在 在幾乎我們目前市面上的太陽能板 幾乎95%以上都是這種單晶製程 然後主要就是說它的這個 轉換效率會比較好 那因為現在成本也可以壓下來 所以它有了原料之後 第一個最重要的動作就是掌晶 等一下後面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原料 管方這邊都準備它實際的東西 那它拉出來的 我們這邊主要是 準備這個多晶的一個樣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了這樣 不管是拉單晶或是多晶 你出來是一整塊的 那你這一塊怎麼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我們所謂的晶圓片 我們就用了很多 一般的話就是用那個線 像今天後面又有放一些金剛線 那現在有所謂的鑽石線 就是說用一些線 就很像切麵包這樣把它切開 那這個線也當然有很多技術 因為你怎樣把它切的話 你盡量損失 因為你切了東西之後就有耗損 那你開發一些比較好的線的切法 它就減少耗損 那你要切起來這個麵 也都是要比較沒有缺陷的 所以像這個切晶 也有很多機台的開發 還有這個線材的開發 那最後它就會產生這樣 一片一片的太陽能的晶圓 你有了這一片晶圓之後 像我們這樣一片一片晶圓之後 那我們可能就要開始做 所謂的太陽能的製程 就是怎樣讓這一片晶圓片 它可以最後可以照到光 它就可以發電 像這個時候它雖然是一個細材料 也是一個光電材料 可是它這時候是沒有作用的 那我們就要經過大概十道的製程 讓它最後產生出來這個電磁片 那第一個的話 其實太陽能很多的做法 第一就是要讓光盡量能夠吸收 不要反射 這是最基本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怎樣讓光盡量吸收 不要反射出去 這樣你利用的光就會更多 所以它很多製程都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第一個我們常聽到的就是 這個十顆 那十顆的話就會把這個晶圓片 它可能剛剛切出來 表面不管有些損傷還是什麼 它可能透過一些化學藥劑 那我們把它上面 十顆出來一個特定的形狀 或者是一些坑坑巴巴 有一些凹洞 因為你有這些凹洞的話 你這個光照射進來 它就會這些光就會被這些凹洞給鎖住 比較不會反射 所以像這邊你如果去看 它就比較亮面的 那你如果經過這道製程 你至少肉眼看 它光照下來 它其實就是比較不會反光 所以第一個製程 就是把這個做一個十顆的動作 那其實這個像半導體廠 他們也就是第一站 也就是都做十顆 所以他們有一個很大的一站 叫十顆的站 那你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會去做所謂的零擴散 就剛我提到的 這個原件 它一開始漲金的時候 它會添加一些鵬 讓它變成一個P型的一個原件 那你P型的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說 它需要一個有N型的 然後形成這個PN的介面 就是我剛剛講的有一個控罰區 它因為有一個P型有一個N型 它有一個這個PN的介面 它才會把這個電子電動分開 所以這個零擴散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一般的話 就把零然後利用高溫 可能利用個氣體的零 然後高溫把它吃到這個表面 那這個表面它這邊有一些零 它就會形成所謂N 然後跟這個底彩的P 就一個PN的介面 這樣就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 有一個光電效應的產生 就是從這道製程開始 那你做完這個零擴散之後 你可能就需要把這個 因為它旁邊 我們可能這些有鍍到零的 就要先把它去除掉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化學的方式 把邊緣的零做清除 這樣才能夠避免它導通 做一個絕緣 那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會去做一個所謂的 化學氣象成績 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CVD PECVD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利用那個 Silicon 等一下會介紹 會在上面鍍一層膜 所以你最後會看到這個 電磁片是藍色的 或者是有點偏黑色的 你會看到這樣的顏色 就取決在這層鍍膜 因為這層鍍膜 我們的用意就是要讓它 盡量光進來之後 就不要再反射了 所以一般我們也叫這一層膜 叫抗反射層 就是說光進來 那它利用這個鍍膜 它的一些材料特性 還有它光波 然後我們會控制這個鍍膜的厚度 讓它這個光進來 能夠那個都在裡面 盡量減少反射 等一下會再做個說明 因為這道製程也非常重要 那你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最後就是 你要把這個這個時候 它就有一個光電效應了 你光照進來 它確實會發電 可是你有電 你還是要導出來 就像我一個乾電池一樣 我還是要一個正負極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會做一個印刷 一般的話 這個電極都是用銀漿 就銀粉 然後如果要比較快速的 我們就用那個網印 就很像一個網子 然後上面倒銀漿 然後給它刷過去 它開孔的位置就會有銀漿徒步 所以正面的話 我們一般就是銀漿 那它其實背面 一般會用鋁漿 可能電極的部分也是用銀漿 所以把它正背面都印好 有一個正負極 然後你要再去做個高溫燒解 主要要做燒解 大家要有個印象就是說 畢竟這個是細材料 那你銀漿跟鋁漿都是算比較偏金屬的材料 那你這兩個材料 我們一定要把它能夠稍微融解在一起 就是融合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 你剛剛講的電子電動要導出來 它就比較不會有阻力 因為你如果燒解的不好的話 你可能就是說接觸不好 你當然你電子電動要導出來 它就是電阻就會比較高 所以怎樣去控制這個燒解的溫度 還有它的時間 就是以前我們的工作 像我有大概兩年都是在搞這個 就是去拿了可能就很多廠漿 他可能就送了很多的醬料過來 那這些醬料 我們可能就是要做測試 可能一批 我們常常就是拿了很多這個電池 做到這邊的片子 然後我都記得我們就是要先分 我可能分十組 就隨機分 因為其實這雖然都是一個很工業化 標準化的製程 可是其實每一片還是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隨機 可能分得十組 那再看不同的醬料 然後再走不同的這個 我們講recipe 可能不同的這個溫度 燒解溫度 不同的燒解速度 我們就在那邊試試試 然後先試出一個最好的 然後再持續去改善它 最後讓它能夠上限 那最終目的就是都要提高它的轉換效率 那所謂轉換效率的話就是說 像我們每一片電磁片出來 都要去量它的電性 一般這是電壓跟電流 像這個一片電磁片 到目前為止 像這樣出來的電壓 如果以現在做的比較好的 大概是0.7V 那電流的話 可能就大概10A 所以一般我們知道說 P兩個I乘以V 所以它如果像這樣一個電磁片 以現在大概是可以做到大概 8W左右 像他講如果是 如果是0.7V 然後乘以10A就是7W左右 就一片 所以它的電壓其實不是很高 像我們知道 我們一般乾電磁的話 就是電壓是1.5V 像現在的話 這個大概是0.7V左右 所以這個也是後續 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電磁片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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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串起來 其實跟電磁都一樣 你串越多的話 這個電壓 我們知道電壓串接的話 就把它乘起來 所以像剛剛講的 你如果是一片是0.7V 像現在很多都是串60片 所以就是0.7乘以60 可能就是6742 可能一片你看到 放在戶外的模組 你可以簡單的知道說 它的電壓可能就是40V左右 那它的電流 因為串起來 電流是不變的 串接電流是不變的 所以就是大概也是 大概10A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一片板子 可能就是大概400W 所以它很多的 電的特性是這樣得到的 那你這兩碗之後 我們就是得到這樣的成品 這邊只是在簡單介紹一下 它這些製程 剛剛講的第一道 所謂的10顆 我們就在這個表面 它你如果用顯微鏡去看 它就會展成這樣一個 特定的一個形狀 那讓光線進來 就盡量在這邊跑 不要再反射出去 那第二個 剛剛一直強調 也是大家今天要記起來 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一個光電效應 就是有一個PN的一個控閥區 就是說剛剛講的 這個細原子它是一個四個電子 那這個0它是五個電子 那鋒 鋒的話是一個三個電子 所以它這邊就是利用這樣的掺杂 然後把它做一個擴散之後 有一個PN的界面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控閥區 那這個控閥區就是整個光電效應最重要的來源 像剛剛講的它的電壓到底是0.6 0.7 其實跟這個控閥區很有關係 因為它就是一個把它電子電動移開的能力 那我們也知道電壓它就是 它就是電壓它就會取決在這層 拉開的能力的大小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好提到說 你到底是黑色還是藍色 它是深藍還是淺藍 這個跟我這層鍍膜很有關係 就是說我們利用這個反射的原理 那我們會去算這個的厚度 還有挑選這個材料N值 讓這個光進來之後 就是說之前的光可能就這樣反射掉 那我們會去控制這個厚度 讓這個光它就不會跑出來 它就利用這個相位差 讓光大部分都留在裡面 然後這個製程就是所謂的這個鍍膜的製程 它其實就是把這些電極 這些銀漿鋁漿利用高溫 然後跟這個Silicon結合在一起 然後讓這個電子電動可以藉由這些導出來 那你有了電磁片之後 那我們就進到了模組製程 那一片模組為什麼要做模組 其實它有最主要兩個 一個就是說要保護 因為其實等一下大家去看那個電磁片 其實你可以摸摸看 它是非常脆非常硬的 所以常常會 你稍微不小心它就破掉了 所以像這種根本沒辦法放在戶外 所以它就是要有很多的防護 保護這些電磁片 所以這個模組第一個作用 就是要保護電磁片 然後第二個 當然它畢竟是一個會發電的東西 產生電的 所以我們這些很多材料或很多的做法 就是要避免漏電 就是它的絕緣要好 那第三個 這些鋁框 裡面我們都會有一些鎖孔 畢竟你放在戶外 你還是要藉由這些吸缸 就是你要怎麼跟你的結構鎖在一起 可能藉由這個鋁框 讓這個安裝會比較方便 這個的話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一個電磁片 可能就是說大概在0.7V左右 這樣一片 一片一片 你可能大概0.7V 那你電流的話 可能現在是10到12A都可能有 那把這個乘以這個就是它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工作的瓦數 它可能就是有一個標準的 然後跟工作的時候的 那你一片模組 像這片模組 這個是比較特別 他們目前有的是會把這個電磁片 再切一半 然後再去做封裝 一片一片組起來 像這一片模組的話 正常的話 我如果說這個60片的話 我就把60乘以0.68 可能就大概41V 那電流還是不變 那這樣封起來 這片模組的瓦數 就大概 那可能溫度也要定義 因為你溫度會影響到 它的發電表現 所以可能25度C 可能大家一個公認的這樣的條件 然後照出來可以得到一個瓦數 那我們就按你幾瓦 我就一瓦多少錢跟你買 這邊可以看到 像我們一般 現在如果以中午的話 可能就大概 像你們仿寮日照很高 可能中午可以到達1100左右 那如果陰天的話 可能就兩三百 那它不同的照度 它影響的最主要就是電流 你看你如果1000瓦 你可能在這個快12安培 可是你如果照度只有200的話 它幾乎是成正比 就變成兩 如果照度只有200瓦每平方的話 它幾乎就是只有兩安培 所以這是非常直接的 所以剛剛會提到說燙能不穩定 一個因素也是來自於它的特性 反正它就是會隨著日照的高低 然後它主要就影響到電流 電流會幾乎成正比 那電壓也會影響一點點 不過不會很大 所以如果像我們一般 如果大中午去量的話 可能這個瓦數 電壓都差不多 那你如果陰天的話 可能電流會低很多 可是電壓只會影響一點點 這也是它的一個電器的特性 可能大家有個概念 那你這塊模組怎麼做的 可能就是剛剛講的 這一片一片的電磁片 其實這照片很久了 這個其實有更新的 只是說這個我有點 因為這時候是我自己造的 所以有一點感情在 其實現在製程也差不多 製程都一樣 只是設備有改良 然後這個是我們以前 我前公司他們在美國 有買了一個廠 那時候這個是2010年左右 它那個廠也蠻老舊的 這個都收起來了 因為後來可能太陽能的製造業 可能還是以中國大陸那邊 他們那邊可能後來投入的資源 都比較多 所以那邊做的確實還不錯 然後成本也低 那時候我們美國的工廠 它的製程 其實跟現在的製程幾乎都一樣 只是說現在可能做的更快 然後破變率更少 那它第一道就是要把 這一個一個電磁片 把一個一個的電磁片 我們要把它做串接 我剛剛提到的 你每一片 畢竟電壓就只有0.7 你就是把它串起來 那你怎麼串呢 我們就用那個焊帶 我相信你們如果有工藝課 都有用那個焊帶 然後就是用把它焊起來 當然都是用機械化的 那就是一般我們定義的話 下面是正極 然後藍色正面是負極 那你那個焊帶 它就是會由上面 然後走到下面 再從上面走到下面 讓它正負正負這樣串接起來 那你這樣一個一個串好之後 這樣一串一串 那我們會去把它排成六排 到目前為止 大部分也都是排六排 就是排六排 然後再把這些一串一串 最後我們用一個比較大的電極 因為你最終還是只有一個正負把它導出來 所以會在這個兩邊 會選一邊 然後把這個電極 最後這六十片的電磁 然後這六串的東西 最後我就是把它接出來 有一個正負極 那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有很多的封裝材料 像這個看到我們最下面 其實像你們如果 人家可以看到那個小塊的模組 它最外面一定是一個玻璃 一個透光的玻璃 強化的玻璃 它可能就是要保護 讓光可以透進來 然後保護這個電磁片 那電磁片的正背面 就很像一個三明治 我們講這個EVA或POE 有一個高分子材料 其實EVA就是你的鞋子 它是一個反正算是黏性的材料 只是說它這種材料可能黏性更好 然後更抗UV 畢竟你要放在戶外 所以我們就在電磁片的上下 都鋪了這個EVA 那最底下就是那個玻璃 然後最上面 我們還會用一個背板 像這個黑色的或是白色的 這也是個高分子的材料 它可以耐電壓 耐UV 那這都鋪完之後 我們會先檢查一下 其實那個灘冷電磁片的特性 就是說 我們會給它一個光 那它如果說有缺陷有問題的 就會變成黑色 那如果說焊接不好 或什麼 我們如果看到黑色 就要做修補 先做檢查之後 再進去把它 剛剛我講的 玻璃EVA 電磁片EVA 跟這個最外面的背板 有點像三明治這樣 進去這個沉壓機 做沉壓 那沉壓之後 可能修個邊 然後就做組框 把這個鋁框組上去 然後最後 會裝一個接線盒 這等一下會介紹 你接線盒 最終就是一個正負 就是兩條線而已 那因為這兩條線 因為你一片的模組 三四百瓦還是很少 你如果真的要用還是不夠 所以你看我們那個 在戶外 可能屋頂或什麼 可能還是有幾十片幾百片 再由這個正負 一樣也是正負正負 這樣子接起來 然後最後再導到我們 給我們家裡來使用 那你這個做完之後 你要賣出去錢 電磁片要量 你模組也是每一片都量 你可能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有一個光源 這個光是大家認可的 然後你照出來的這個強度 就是一千瓦米平方 那你量測的時候 溫度要控制 可能控制在25度C 你這時候量出來瓦數 才有這個公信力 然後之後再做一個包裝 這個包裝也是 有很多技巧跟學問 因為你如果做好之後 沒有包裝完 你出廠 然後到了你的安裝現場 你可能經過一些運輸 抖動 你這些電磁片 還是有可能破掉的 所以這個包裝也是很重要 所以整個製程 就是一般標準的模組 我們大概就是一米寬 到現在為止也是這樣 可能大一點的 可能到一米三 就是寬度 就大概一米到一米三 長度的話 現在越做越大 像以前可能就165 現在大部分都大概在2米1 2米2 就比較大片 不過這樣應該也算極限了 因為它還是要考量 你安裝 你也不能太大 你可能太大 你就一定要用吊車 所以現在一片的話 像我們最近我們公司採購的 就都大概是1334 就是一米三三 然後高度的話就是2256 就是2米2.25米左右 然後它一塊就是大概30公斤左右 那30公斤你如果兩個人搬是還好 所以它從這十幾年的發展 它的架構都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我講的就是說 這是它的正面 正面最外面這個就是一個玻璃 那你給它反過來 背面的話 就是說這是一個接線盒 那它最終就有個正負極導出來 那這是比較以前的產品 可能就是60片的電磁片 像這個是一個60片的 那它就大概是20公斤 那它現在隨著越做越大 可能就大概30公斤 是現在的標準品 那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從剖面圖 側面來看的話 它的正面這個玻璃 那我剛講這是電磁片 那用這個焊帶 正負正負把它焊起來 那中間都有這個EVA 就是把它提供 把它這幾層 黏合起來的東西 那背面的話 可能像這是個背板 像我們現在買的 大部分都是背面也是玻璃 就是所謂的雙玻 如果兩面都玻璃 它的保護性其實是更好的 那最後再一個接線盒 所以它整個就大概長這樣 等一下我們有東西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再跟你們做個說明 這些材料都有它各自的用處 跟功能 第一個很重要就是 這個玻璃這個材料 第一個當然它要能夠是 讓它的目的當然是保護電磁片 然後要把光 你光一定是透過這個玻璃 射進去的 那應該說 剛剛講的電磁片 我們很多的製程 都是要讓這個光 盡量不要再反射 那一樣的 你這個玻璃 他們現在也有 所謂抗反射的玻璃 可能就在這個玻璃表面 他們再做一些處理 讓這個光進來之後 就不要再反射出去 以目前的話 它可能就是 光的穿透率大概是93% 就是說它反射只有7%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說它 第一個就是說 要有耐 就是防暴 就一般我們會做測試 你如果被重物打到 它不會碎掉 它就很像防暴玻璃這樣 就一個蜘蛛網這樣 第二個很重要的材料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你要把電磁片夾起來的 就是用這個EVA 或是現在大部分是POE 大家以後可以看到 EVA就是乙烯醋酸乙脂 乙烯這個 這反正有一些化而物工程材料 那POE 它可能就是它的 對於水跟抗UV更好 所以現在大部分都用POE 那它最主要目的就是 要把電磁片保護 然後跟這個 它的上面的玻璃 或是下面的玻璃 做一個很好的 把它結合在一起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這電磁片 一片一片 你的焊接就是用這個焊帶 焊帶我們知道說 它裡面主要是銅 因為銅的導電性算很好的 那你銅的外面 他們會用一個錫 錫鉛銀 這個錫 主要就是要讓它焊接性比較好 那你可能又要鑄焊劑 所以 其實像你們如果有工藝課 有焊接的話 可能有時候會用鑄焊劑 然後讓這個焊帶跟這個 我們這個電磁片上面的電極 這個我剛剛講過大部分都是銀漿 能夠讓它焊得很 外面就是鋁框 鋁框可能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它可能有些安裝的孔位 跟有一些接地 因為我們這個 畢竟是一個發電的材料 它可能如果有落電 都還是要把那個電導出來 所以像我們在做我們太陽冷的整個安裝 接地是很重要的 所以像這個接地孔 所以這個鋁框 一個就是要把這個整片保護好 第二個就是說 它有這些接地 有些鎖孔 能夠讓這個 這個安裝的時候很容易 這些鎖孔就直接鎖在像這種吸缸上面 剛剛提到它的背面 以前主要 其實這個 一層一層更好看 就是說中間是電磁片 上下是EVA 那你最上面是玻璃 那下面 以前這個背板材料也叫Tedra 就是杜邦的一個材料 那現在有的是改成這個用玻璃的 所以兩面都玻璃 這個背板材料 它就是用 它這一層你看到是薄薄一層 可是它裡面其實很多層組合 反正你們要記得就是說 這些材料 一定是要 第一個 一定要耐電壓 第二個一定就是要抗UV 所以這個背板材料它的功能是這樣 那最後你可能就是要把這個電導出來 你就是剛剛有接了一些電線 你就是要把它夾在這個接線盒 那接線盒之後最後就是用這個正負極 有一個接頭出來 那這些才可以再去跟另外一個模組接 那接線盒 它剛剛除了說它要有正負極導出來的一個功能之外 它另外的功能就是說 這個接線盒裡面會放一個所謂二極管 這個大家一般因為它平常都是放在裡面 所以你們也看不到 你們只會看到一個黑色盒子 那其實它裡面有放三個這個二極管 然後它有它的作用 就是說一般我們如果正常 太陽光如果都很正常 模組也很正常的話 它這個太陽光它就是一個串階 所以它可能就是正負極它就是這樣流 把正負極這樣導出來就很正常 那如果是陰天的話 或者是這邊可能這兩串 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兩串不管是陰天 還是說你被樹陰擋住 還是說你有個鳥屎在這邊 那你如果有了這些遮陰 我們太陽的特性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發電 你可能就是變一個電阻 就是旁邊在發電 你這邊不發電 你這邊第一個就會變得很燙 那這二極管的作用就是說 你這邊如果電阻 這個阻抗比較高 比這個二極管的設定的電阻高 它就會所謂的bypass 所以我們這個二極管 它有個名字叫bypass diode 就是這個旁路二極管 它就是說這邊如果電阻比較高 不管是你是什麼原因 它就讓這個電流不要再跑來這邊了 因為你如果跑來這邊 它這邊會持續發燙 久了之後這邊就有所謂的熱斑 然後會壞掉 所以它就利用這個二極管 讓它說如果這邊電阻太高 它就直接bypass它們 就是就不會通過它 然後就流到好的 那至少說這樣 至少你污影過去 還是說你這個鳥屎 後來洗乾淨了 至少它這邊不會受到損傷 如果沒有這個二極管的話就會類似這樣 像你這一片如果這邊有一坨鳥屎的話 可是因為你這個bypass沒有導通 你的電流還是會持續跑來這邊 那其實這個溫度有時候會變得很燙 因為它這個也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p等i平方v i平方r 可能就是說你這邊如果沒有再發電 它就是會有一個熱產出來 那這個你如果持續有電流通過 它這個熱就一直有 我有量過有到200度的 那如果200度的話 就有可能把剛剛講那個背板給燒穿 把這個電磁片久了也就壞掉 所以這二極管還有這樣一個功用 這個可能平常大家比較看不到 因為它都藏在後面那個黑色的盒子 那這是最後的接頭 那接頭很多形式 因為接頭會特別講就是它也很重要 畢竟你一片一片的接頭放在戶外 就是要放20年 那很多我們目前比較會有問題發生的 都在這個接頭 可能久了你就會鬆脫 一開始沒有插好 還是說這個選材沒有選得很好 它做鬆脫一種冷氣 它可能這邊就開始會有一些電弧 嚴重一點會有電弧產生 那這邊就會溶掉 那可能就會有一些安全上的問題 跟不發電 所以這接頭也是很重要 那剛剛講的其實 不管是電磁片或這個模組 最重要就是量測 那量測剛剛講 你一定要有一個特定的光源 就是說剛剛講的1000瓦米平方 那你要有特定的溫度25度 另外你的設備也都要經過合可的 就是說你不能說你隨便拿一個 就宣稱說這個設備是OK的 所以他們有很多去檢測這個設備的穩定性 然後順時的光照度 你一定要達到一定的標準 大家才會認可你出來的這個瓦數是正確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剛剛講的 你在做這個電磁片 一個很重要就是要檢測 那我們利用這個EL 這邊可以看到EL它中文叫自光發電 電自發光 就是說我給它電 其實它就是光電效應 一般我們就是給它光它產生電 我如果在一個暗房裡面 我給它光 我給它電 它就會發出一個光 不過這個光 就是要用特殊的照相機去照出來的 那所以一般的話 我們照出來的影像就會像這樣 你看到黑色的部分 通常就代表說這個地方 可能就沒在發電 就代表它有缺陷 如果像這種片子就不能出出去 就要換下來 所以現在所有的太陽能產業 其實不管是製程中 或者是有問題 都會先去照這個EL 確定一下它的產品的狀況 那包裝也是我剛剛提到 因為你畢竟會經過長土的運輸 那你怎麼把它裝好 然後避免震動 讓它這裡面的片子不會有影響 可能就是有很多包裝的方式 那目前大部分都採用這種 就是橫擺的 以前有的是用堆疊 可是堆疊的話 可能就下面這一片 可能就要承受上面 雖然有一個東西分開 可是這一片你如果是25公斤 你如果堆了40片 也是一頓重 可能下面這一片承重就很重 所以現在大部分都是用這個 橫擺的 橫擺的可能就是會稍微好一點 最後講到這所謂的模組的認證 就是說這個模組 其實我們每個電磁片 每個模組上面都有個序號 都有一個認證 你這個模組畢竟要放在戶外 而且是公共每個人都可能會摸到的 所以它有一些安全的法規 像它有所謂的UAL的測試 就是針對它的安全特性 就至少說你不能漏電 你漏電要有些保護 那你有一些 你放在戶外 你要怎麼確保它一定可以達到20年 你可能要先做一些老化測試 這些都是有標準在的 不是說你做一做就可以過了 你一定要有標準在 有實驗室第三方單位來確認 你這個才是一個合格的產品 那這個的話就是 你這些標準就是做了很多測試 像這個也是之前我們美國實驗室那邊我拍的 所以這個也都蠻久了 其實測試的項目也都差不多 那可能擺在戶外照一下它的一些光電的特性 然後有一些我們講的Tremper 就是環境箱 裡面一般最常做的就是所謂的雙85 雙85 就是85度C的溫度 85%的濕度 就是高溫高濕 然後放個1000小時 2000小時 然後看這個板子 會不會老化會不會沒發電 然後我們一定要確保這樣 一定要通過這個 它才是個合格的板子 那它也會泡 就是泡在水裡面 然後看這樣會不會漏電 絕緣性怎樣 那也會做一個機械貨宅 就是說它會規定這樣一個面積 像一般這樣一個板子 你如果上面鋪的話 幾乎都可以鋪到1000公斤 它可能會變形 可是它不會壞掉 那當然你如果局部 局部的話 我們會做這個冰寶的測試 那可能尤其像歐美 很多地方都有冰寶 至少它都有規範 你這個玻璃 一定要通過這樣的測試 那還有一個所謂的 這個衝擊的測試 這個就是真的要把這個 模組給它打破 所以像這個球 蠻重的 然後它會抬到大概3米高 然後把它放下來 然後把它擊破 那它擊破 它這個測試過不過 它是去撿這個 擊破後的這個玻璃的碎片 就是說這個碎片 它有個規定 你不能太大 因為你太大 可能就有危險性的安全 的風險 所以像這個測試也是 我是覺得也蠻有趣的 那時候我們就擊破之後 就是撿這個碎片 然後再看這個碎片 合不合不那個標準 那另外這個也是一個 一有的測試 然後有一些這個 這個漏電的測試 那也有一個 持續噴水的測試 那這個接線盒 它也會做一個耐重的測試 確保說你這個接線盒 接附的很好 不會掉下來 那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絕緣 它這個就模擬你的手指頭 看這個絕緣性好不好 那這個背板 他們也會做一個切割的測試 總之這個就要表達說 這個太陽能板 除了它能夠發電 它的安全性 也有很多的規範在保護 最後我們 我們再花個五分鐘 把這個光電站 像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公司 我們自己蓋的電站 那我們可能在 這個閒置農地上面 那我們就是 剛用的所謂的螺旋基裝 然後最後鋪起來 就像這個這樣子 以前常常在外面做一些說明會 常常有一些阿嬤阿公 就說他家都有太陽能 可是問一問90% 就是太陽能熱水器 其實這個也是利用太陽 不過它就是一個光 一個光跟熱 那可能就是利用這個光 照照這個 這個材料 然後讓這桶水加熱 所以那個不算光電效應 那像我們的所謂的太陽能 光電效應 主要就是說 剛剛介紹過的 利用這個光電的材料 能夠讓光 然後產生電 所以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那些阿公阿嬤 真的很多都跟我說他有 問一問都是這個太陽能熱水器 不是太陽能板 那太陽能其實簡單有分三個 一個是獨立型的 可能你在玉山 像我那次去爬那個 爬那個哪一個山 齊萊 齊萊 齊萊不知道 就齊萊附近的山 我那邊也有看到很多 有太陽能 因為它有山屋 你山屋 你畢竟沒有電線桿接上去 所以他們就有獨立型 那獨立型 最重要的就是太陽能之外 還有一個電池 蓄電池 這就是獨立型的系統 那我們現在比較最常見的 就是所謂的病連型 就是像我們就是把它 太陽能裝一裝 然後有這個 剛剛看到的inverter 變流器 把它這個直流轉交流之後 放到電網上去 當然也有一些社區 它有這個混合型的 就是說你可能平常 就用這個電網的電 你如果是真的遇到一些天災的話 就可以變成獨立型的 所以這個也是有一些 比較偏遠的地方有在推這個 其實它主要結構就是說 我們這個太陽能板 那可能到時候裝一裝 然後透過這個變流器 變瓶器 然後透過這個配電盤 然後我們把這個配電盤 然後把電送過去給台電電網 利用這個電錶 可能它會寄你發電幾度這樣子 那其實申請台灣其實 申請是蠻繁雜的 就是到最後能夠進行的話 其實要經過很長的時間 那當然這個流程都有在簡化當中 今天跟大家看一下 這是台南市政府的網頁 就是說我們常常會好奇說 你裝這樣到底可以發多少度電 所以一般的話 你如果說 像這邊它舉例就是說 你如果屋頂坪數是60 60坪的話 像現在一般可以裝 接近大概30k瓦 1k瓦像剛剛那個一個板子 提過了就大概300多瓦 所以就是說1k瓦的話 就是三片板子 所以如果以它這個算式的話 就是說你60坪的屋頂 你可以裝27k瓦 你裝可能就是說 27k瓦你可以發幾度電 如果在台南 就是比較南部的話 1k瓦大概可以發 1200度到1300度一年 所以它這個27乘以 大概12001300 我是沒給它乘 不過它就是差不多34000度 如果以這個的話 27k瓦就34000度 你如果在苗栗的話 可能同樣27k瓦 你就只有3萬度 你如果在台北的話 可能只有26000度 所以就每個地區不一樣 所以像我們現在 屋頂型的肺率的補助 你可能苗栗以北 它就多給你 同樣發一度電 它們就多15% 如果以這個的話 就是說你27k瓦 它這邊算起來 你大概要投入125萬 應該1k瓦就大概 接近5萬塊 4萬多5萬 那你每年有這樣的度數 那一度電 現在大概是 如果屋頂型的 像這個k瓦數 大概可以補助 大概4塊多5塊左右 那它就可以預估一個 你幾年可以回收 一般可能就7到8年 一般正常就可以回收 那你每個月大概有多少收入 那你對於這個減碳的 這個預估 所以這個只是說 有現在很多的這個網路上的資料 都可以很清楚的 讓你有一些比較數字上的感覺 那我們要設計一個電站 但考慮的層面很多 這邊就 我們一般的話 最簡單如果以台灣 因為我們是在北半球 所以我們一般鋪設板子 都會盡量朝南邊 那以我們的緯度 都大概23.5度 所以最佳的 我們一個傾斜角 一般是希望在10到15度 不過有時候會根據地形地貌 做一些調整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太陽能它擺的方向 方位跟角度 跟它的發電量 有很大的關係 這邊是如果以 這是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平擺 就是你水平擺放 你這個當100%的話 你如果把它朝南擺 像這個就是朝南 然後有一個傾斜角 你可能可以增加10% 如果朝南跟朝西 朝這個西南方 可能就是增加個5% 如果朝西的話 相較於水平 可能就變少了 你如果朝北的話 可能就少更多 就只有增加75% 當然這只是個 4億啦 因為每個地方做出來的 這結果不一樣 不過它確實就是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比例 所以一般的話 你如果看到 我們很多就會盡量的 就是一定要朝南 所以其實以前 你們如果有仔細去觀察很多 比如說激色、龍色 上面如果蓋太陽能 如果是人質型的 你們常常看到說 它有一面是朝南 另外一面 它有的就會 故意把它架高 把它水平 或者是把它擺得很高 讓它也是變朝南 這以前的話 就是有時候 因為你另外一面 架越高的話 它如果颱風來的風險是越大 所以2017年那時候 有發生一次 就是吹了蠻多 你只要北面架高的 都被吹走 所以他們後來就比較不敢 現在大部分如果是 南面的還是朝南 如果北面的頂多 就是做到水平這樣子 大家有這個概念 然後你們之後 日常生活如果有觀察到 你就知道它為什麼要這樣擺 這只是一些遮音的計算 我們常常接到有一些民眾 或公司請我們去看 我們就會看一下附近的環境 可能什麼時間點 可能會遮音 可能會做個預估 它整個組裝的過程 大概是這樣 最後就是說 其實你這個系統安裝上去 你還是要做微運 就像我一開始強調的 你不是做完 你就拿了一筆錢就拍拍屁股 台電給你的錢 都是一個月一個月給你 你這個月發多少度電 真的就一度一度這樣來算 所以你怎麼把它微運好 讓它不會能夠持續發電 然後你的槽長出來 不會遮到你的板子 你的那些灰塵鳥屎 不會一直累積 你要安排工人去把它清除 所以我們一般微運 可能就是說 你第一個一定要有監控 所以像我現在手機 我可以看到我們目前 幾十場的電站 它的發電狀況 到底有沒有正常 那你有了這個之後 你平常除了異常的排除 你要做例行巡檢 就是每個零部件 你的定期要做巡檢 不然你可能壞了就很麻煩 那你要做這些巡檢 就有很多專業的設備 那你當然你最好在你的 你的維修團隊 就要在比較在地的地方 能夠即時修復 這些都做得好 你的發電表現才會好 這是我上禮拜 在我們一個暗場拍的實際的照片 我們現在 其實太陽能很多 看到好不好 最簡單的就是說 用一個IR 熱影像 這熱影像的話 其實以前我們都是用手持式的 就是幾乎這樣 只能一式一式掃一下 那現在就是很多空拍機 像我們公司有買一台空拍機 然後它就可以裝上 它就來就有IR的影像 所以我們飛上去就拍 像這邊可以看到 你看這邊比較紅的地方 它實物上就是說 這邊的小雜樹長高了 它遮到的話就會遮音 那像剛剛講的 它如果遮音的話 那個地方就沒有發電 沒有發電 你如果有電流通過 你就會發熱 你發熱它就拍起來就紅紅的 像這些都是 你看到這些紅紅的 我們後來就去 就去把它的雜草除掉 像你如果看到這樣 有一個一個的 很多就是鳥屎 可能有鳥屎在那邊 要做個清楚 像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這一片 可能就是二極管 像我剛剛講 你一個電磁片 一個模組 裡面有三個 Bi-Pass Diode 二極管 像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壞掉 所以它如果這個有問題 二極管壞掉 所以它這邊就沒有導通 就是二極管壞掉 這個電流 就是沒有通過二極管 然後它就 這邊模組有問題的話 它就持續這邊會產生熱 所以我們目前就是可以很快的 像這樣飛上去 可能花個五分鐘 我們就可以大概知道整場的狀況 然後再去做一些尾運的安排 以上時間還差不多 所以先這樣 謝謝大家